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美国惊悚恐怖电影 目的的最后一栋房子 男主是一个编剧 他为了创作需要 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租下了一栋房子 准备完成他的史诗大作 中介公司带他去验房时才告诉他 住的地方信息上贴的是两层楼 实则是三层 男主听了也非常的气愤 特别是中介还强调了 这个房子的三楼住着一个老奶奶 男主本来扭头就要走了 但是中介毕竟是靠嘴活着的 到底不一样 中介一番摇车 先是告诉他老奶奶从来不下楼 所以不会影响到他 然后又是夸赞这个房子住宅 有多么多么的好 男主一想现在找房子是太不容易 就住了下来 男主还结识了邻居我们的女主 他是一个大美人 两人见面后也很有演员 相互对彼此颇有好感 只不过男主在住进这个房子后 就不断的做噩梦 开始男主以为是自己的问题 就没多想 结识的美女邻居也非常的主动 他第二天就上门 问男主借东西 你一来我一去 两人很快就发展成了男女恋人 幸福生活有了 男主还是噩梦不断 这天晚上男主梦到自己被绑在了手术台上 手术台上的医生准备拔掉他的所有牙齿 紧接着男主就醒来了 被噩梦影响的他一天都没有什么精神 晚上男主准备入睡时 房子里的唱机传来阵阵音乐声 男主起身准备去关掉唱机 他在唱机旁看到了一瓶红酒 就以为这是老太太的什么独特性质 男主准备上楼去提意见 他来到了阁楼不停的敲门 可就是没有人开门 诧异的男主从钥匙孔望去 结果钥匙孔另一端也突然出现一只眼睛 吓退了男主 男主来到了浴室收拾了一番 喝了口水压了压惊 冷静下来的他决定再去和楼上的老奶奶交流一番 然而这次他走到二楼楼梯口时 突然出现了一个布娃娃 因为二楼是给女生留的房间 男主想这应该是二楼房间里的 他拿起布娃娃推开二楼房门 这时房间里的八音盒 又莫名其妙的响了起来 有点被吓到的男主 关上八音盒 放好布娃娃就离开了 他再次来到阁楼房门口 敲门还是没人硬 他转动门把手 发现门锁得很死 只好放弃 只是有了这次的经历 男主更加在意阁楼的那位住客 某天男主在工作之时 突然有身影从眼前闪过 男主以为是老奶奶 放下了手中的东西追了上去想疑问究竟 然而走到房子的尽头 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幅掉落的画 男主只好挂上了他 离开了 男主认为自己可能只是有些疲乏 出现了幻觉 他去浴室打开水龙头 准备让自己冷静放松一下 就在这时怪事又发生了 浴室的玻璃上突然出现了一行写字 水龙头也开始滴血下来 男主望向浴室门 门却突然关上了 他慌了神 过了一会儿 一个黑影再次飘过 一切恢复了正常 男主把这次的奇特经历分享给了邻居 邻居说 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很多超自然现象 无法解释 不用在意 男主还是想迫切地弄清楚一切 他给中介打了电话 问他这个房子和住宿的事 中介只是闭口不谈 说什么都不知道 无奈的男主只好瞎猫碰到死耗子 找到了通灵板试了事 然而通灵板应验了 鬼魂告诉男主 阁楼的老奶奶其实是杀人凶手 那个二楼房间的布娃娃 就是被害人的东西 鬼魂说完一切后就离开了 男主知道事情真相后非常气愤 直接用斧子 劈开了阁楼的门 这回可算是见到了老奶奶 经过一番逼问 老奶奶说出了一切 本来这里老奶奶他们一家三口 住在一起幸福的生活 因为丈夫突如其来的车祸 母女二人的关系也变得疏远起来 有一天女儿和同事 因为一个男生争风吃醋 失手将同事推出窗外摔死了 得知女儿同事死了后 老奶奶选择庇护自己的女儿 将同事的尸体藏在了地下室 自己则住进了阁楼里赎罪 老奶奶奉劝男主赶快离开 如今的这栋房子就是墓地而已 说完这一切中介突然出现了 男主一个机灵藏到了床底下 原来她就是老奶奶的女儿 女儿怕自己杀了人的事暴露 就回来先杀了自己的母亲 紧接着又提起斧头 去找男主准备杀人灭口 男主好歹也是男生 这里的设定就比较合理了 男主偷袭了中介 然后夺下斧子 反杀了中介 男主去到了地下室 见到了尸体 却发现是邻居的 紧接着邻居的鬼魂出现了 没错 和男主这么多天相处的 就是中介的同事 他在这里等到了男主 并爱上了他 男主最后忍痛放走了邻居 让他投胎转世 自己则是离开了房间 撰写了墓地的最后一栋房子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